格隆会11月28日述来一份公布 2019年1月至2019年4月 1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不再符合激励对象的资格 上述10人所持有 疑惑受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由公司回购注销 因此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 未达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激励计划中216人所持有 疑惑受但尚未解锁的第二个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由公司回购注销 占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已授予股份总数520.702万股的26.43% 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0.4043%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164.0856万股